魔可夢卡牌 欢迎卡牌 阿罗啦 大家好 我是幸福戴文麒 上一部影片 我们带大家看了 2022年高雄地区联盟赛 公开组第一天的赛程 今天11月7号 是海财组与少年组的比赛日期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台灣的爸爸媽媽 對於寶可夢極幻式卡牌這個遊戲 有怎麼樣的看法吧 GO 今天是Day2 那我們第一位採訪的就是我們NKTV 嗨 大家好 我是Mita 我是Kobi 哇 你們今天來的話是參加什麼的組別 兩個都是青少年組 哇 長大了 所以我也被當成海藏主 那你們今天選擇的排型是哪一種 秋农拋充 馬雷冠王 兩個都是比較主流的排型 有沒有信心 有 那你們有沒有預計今天可以拿下幾勝 我不知道 剛剛昨天秋农都下去了 當然是全勝啊 很有信心不錯喔 那我特別問一下喔 弟弟 你上一次參加大賽是不是還是用舊的制度 就無限連刷的那一種 對 那你今天會是瑞士智 你有沒有什麼感想 其實我覺得瑞士智比較好 那不然玩那種連影的 每次都上去上去上去 然後最後一次你之後一掉下來 又要重達 又要重達 然後歡迎我們的爸爸 嗨 大家好 對於這一次 小朋友進來的時候 可以去帶個同行者 你覺得這個放在如何 這樣子 對 家長比較安心 比較放心 可能在賽場內可能也會不知所措 對 幫忙看流程 幫忙看現在進度到什麼時候 也非常感謝你們這一次的參與 謝謝 那預祝你們今天的比賽順利 然後我們第二組訪問的是我們的小朋友 以及我們的爸爸 對 我們小小訓練家在這邊 練水軍 你今天打的是水軍嗎 對 那你怎麼會想要選這副牌 因為它就是要什麼牌就有什麼牌 就是靠自己抽 要抽氣博士就有抽氣博士 那你水軍還有搭配什麼 這樣子 三張水軍 一隻青鳥我們沒有要 沒有放進去對不對 對 你現在都動不動 非常贊同啊 訓練邏輯 對 而且我覺得還可以跟對手有那種互動 那請問一下弟弟現在幾歲 七歲 小一 喔 他還不會九九成八表耶 錯 他現在 我已經背了是不是 大概差不多四年級數學了 寶可夢的四則運算 他都會 很厲害耶 那非常感謝你今天特地到場 來我們寶可夢卡牌這邊 你支持這個遊戲 那希望弟弟今天的比賽可以順利喔 好 謝謝 跟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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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要採訪的是媽媽跟弟弟 你好 那請問一下你們是第幾次打大賽 應該是第三次 喔 所以前幾次也都有參加對不對 對 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玩 是從第三彈 就是皮捷那個時候開始玩 今天帶來的排行是什麼 秋農泡蟲 最近在那個日本很流行 台灣昨天其實也很多人玩 本身是還蠻鼓勵小孩玩的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需要動腦 然後需要構築 需要邏輯的一個遊戲 所以其實我是蠻贊同小朋友玩的 所以我是都很鼓勵的 嗯 很正面的 我覺得之前他們打的那種 循環賽制會比較辛苦 所以是運氣的成分可能會比較少 需要一點實力才能夠往前面去 這個賽制更變得還不錯 我覺得蠻不錯的 那小朋友來說也是 算是一個提前體驗啦 對 不然我覺得小朋友 他們會很捨不得走 可是又打得很累 今天是瑞士智 希望你可以好好加油 謝謝 遇到你們今天比賽順利喔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 接下來我們要訪問的是 爸爸與三位小朋友 三位小朋友今天都有參賽嗎 對 他們大概是一年前開始結束 接觸之後剛好疫情的關係 這是第一次他們可以參加 你們今天都打什麼牌 妹妹的話是無極泰納 弟弟是三神 哥哥是一級熊 哦 我覺得是很正向的態度 並不是說一定要求他贏或什麼 是希望說在他們比賽的過程當中 失敗或者是一些小細節 了解對手牌組 檢討自己有哪些需要精進的地方 那謝謝你今天 特地帶小朋友過來這邊比賽 你們今天比賽順利 加油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訪問男生媽媽 玉弟弟 哈囉 請問一下你今天玩的牌組是什麼 天年第一 最近也是很流行的牌組 其實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因為像我們平常的話 他每個週末都會去卡牌店打比賽 他會認識比他更大 或是同年齡的朋友 因為他其實是滿害羞的小朋友 有感覺的 對對對 再次感謝你帶小朋友來參加這個盛事 謝謝 拜拜 現在我們要採訪的是 爸爸玉妹妹 跟大家打招呼 我想問一下你今天呢 穿的衣服是誰做的 媽媽 媽媽 半噴火龍 很漂亮耶 全部都是首峰 很厲害耶 進來驚豔全場 大家都在注意你 那請問一下你今天玩的牌組是什麼 火比克提尼 火比克提尼喔 很可愛齁 你喜歡他嗎 喜歡 那你是因為喜歡他才打嗎 不是是爸爸跟好友組合 原本是爸爸打 但是後來變我在打 也是很厲害 那請問一下 你們是第幾次打大賽 我們其實好像已經打到第三次了 哦 前幾次都有參加到 對 他們都有參加到 因為我參加六次抽籤 六次都沒有抽中 所以我就是靠三小朋友的光 來感受一下賽場的氣氛這樣 我覺得小朋友就是享受比賽 享受每個對局 只要有拿到獎勵 他就會超級開心 本身兒子女兒都有在打 因為我本身也是桌遊社的老師 哦 所以像今天來的 很多也都是我的學生 他們都有抱青少年主 這個比賽一定會讓你覺得很感動 就是看自己的小朋友 跟自己的學生 都能夠很有運動家的精神 然後參與其中這樣 真的很正面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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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來採訪 今天我們來歡迎我們孩童組的亞軍 跟大家打仗招呼 弟弟 嗨 請問一下爸爸你們今天是從哪裡過來的 我們從台中來的 台中過來 我們也是住台中的 謝謝你來參加我們的賽事 弟弟今天使用的牌組是什麼 鋼鎧 昌翔 哇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牌組 你們怎麼會選擇這副來打大賽 因為我不會玩三層章 所以後來出現了鋼鎧鎧 就把昌翔改成鋼鎧鎧 哦 自己玩得很順手就對了 對 我是覺得說跟以前比會比較好 像他們以前打都是連試就止步了 這一次看人這樣就是說 依實力嘛 看誰勝場最多就是可以排上去這樣 剛剛比較適合他們 OK 一開始就是玩的心態而已 沒想到居然可以打到亞軍 他們感覺很享受很投入 比比打很順耶 運氣運氣 恭喜你們今天打到亞軍 你看一下你們的獎狀超可愛 上面還有祝贏 希望下一次大賽能看到你們 謝謝 掰掰 接下來我們歡迎2022年高雄地區聯盟賽 孩童組的冠軍 嗨 大家好 我覺得比較好之前兒童組很累 他每次可能到40勝就不小心掉下來 就再重新打一個小朋友都要打大概十幾二十場 我覺得很累 瑞士智的話相對如果有些小朋友比較穩定 頂多在中間輸一場到兩場都還有機會可以爬到三位這樣 弟弟請問你今天打的是什麼牌型 夢幻Eman 那你為什麼會選給這副 因為我覺得這副比較強 你玩起來也很上手對不對 我剛剛看一下你們的對局 你前面是有一點算是劣勢方 但是我看你很冷靜的去處理 你是平常比較常跟大人打牌 還是有做什麼公投 平常比較常跟大人打牌 也是很習慣這樣子去應對 我覺得打牌有一些 處理一些危機的反應這些 遇到一點狀況他有沒有幫人去思考去應對 像他剛剛的表現這樣子 對對對 都是有幫助的 接觸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緊張反應 在卡牌遊戲中我們可以去學習一些應對 包括可能我都會跟他們講觀察對手的反應 或者是抽牌的狀況 那你對於弟弟今天拿到的冠軍 你有沒有有什麼相反 我覺得就是很優秀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參加公開組 我覺得我們平時在看對戰的時候 小朋友打錯我們還是會提醒他幹嘛 他有時候就會鬧一點情緒 今天我自己都不太敢靠近那個會場 因為我覺得不影響他讓他自己沒有壓力的去打 所以你今天是充滿驕傲很感動的對不對 對 恭喜你今天得到冠軍 好 謝謝 那我們之後還有賽事 希望可以再看到你們了 好的好的 謝謝 謝謝掰掰 掰掰 接下來我們要採訪的是 2022年高雄地區流氓賽 少年組的亞軍 跟大家找招呼 好 大家好 那你今天使用的牌型是 阿蘿達野蛋樹 DT跟破破墮魚 那你會選擇這副卡牌的原因是什麼 本人最喜歡的寶可夢就是野蛋樹 喔 很可愛 從美版玩到現在 評論一下你今天整場的對局 你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哪一場 舊冠牙被對面拼到頭戴 你也拼很久對不對 那沒辦法 沒關係啦 你至少還有下一次機會嘛 真的呀 能走到這裡就已經很厲害了 那最後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觀眾說 或是有感謝的人心得之類的 感謝我爸媽讓我來比賽 明年就要會考了還讓我來比賽 有支持就很感動的 恭喜你獲得今天的亞軍 謝謝 希望下一次比賽我們再看到你 OK 對 加油 掰掰 接下來讓我們盛大的歡迎 2022年高雄第一區聯盟賽 少年組的冠軍 哈囉 更大的打聲召呼 嗨 那請問一下你今天使用的排型是 三神蒼翔 昨天的公開賽的冠軍 不太一樣 我只是三神蒼翔 他的三神動物園 購組不太一樣 你會選擇這一副的原因是什麼 之前有退坑一段時間 回來的時候發現只有這副可以打 就不用另外縮牌是不是 就改一改拿一打 今天的對戰有沒有哪一局 是你印象成的 冠亞賽 拼到火力頭帶 讓你拼到了 所以特別印象深刻 那最後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大家說 漂亮啦 我拿到冠軍了 Yeah 冠軍一等 Yeah 謝謝你今天就做我們的採訪 謝謝 掰掰 那以上就是賽場特拍員為你們帶來的採訪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